今年3月 台美签署海巡合作备忘录 并在周三召开台美海巡工作小组第一次视讯会议 巧合的是 有日本网友在推特贴出前一天上午花莲外海的航舰图 嘉义舰率领台东舰和安平舰出海 传出是和美国海岸防卫队联合操演 对此 海巡署澄清 有关媒体报道 台美海巡首度联合操演花莲外海上场并非事实 但也提到 未来亦不排除任何可能的互动合作模式 基于双方默契 未经双方同意 合作内容不对外公开 似乎又暗藏伏笔 台美的这个联合合作的这个备忘录之后 本来就要有具体的行动 我们观察台美之间针对这一次可能海上的一个联合操演 其实都是公开上都是小心翼翼 在政治上基本上还是不愿意去给这个北京没有台阶下 所以我是认为说非常已经留给北京面子了 签署备忘录后 台美合作关系更进一步 如今海巡署没把话说死 更传出10日的例行训练只是预演 近期将有台美海巡史上第一次的海上联合操演 对此海巡署尚未证实 双方同意 台美海巡工作小组未来将定期的召开会议 并且就共同的关切海事议题进行协调 来强化台美合作因应区域的海事挑战的能力 AIT指出双方未来将定期召开会议 强化合作因应区域挑战的能力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默剑日前受华府智库专访则表示 台海面临空前不确定性 因此军事上维持台海贺阻力仍是美国未来工作重点 此外结合盟友伙伴也是重要一环 另一方面 法国正建构南太平洋海巡网络 美国海岸巡防队上将司令7月底与媒体电话会议时 对法国未来合作的可能持开放态度 他几次谈到跨的战略四国 这让人联想到美日印澳的海军合作 是否延伸到海巡力量 新唐人亚太电视高建伦 詹永如 台湾台北报道